各位好朋友,大家早,欢迎来到宗师讲堂 我们今天宗师讲堂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春秋时代 有一个春秋第一人之称的一个正国的一个大产 它叫正直产 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在谈天收益第194单元 我们在这个自灾昆元君子有忧往的这个一段故事里面 曾经提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出现在孟子的万章篇 他就是所谓的正直产 在这个人物当中 这个孟子说这个直产 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亡以非其道 也就是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亡以非其道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君子欺之以方 这句成语就是出自于孟子的万章篇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像直产这样的一个君子 因为他心胸坦荡荡 所以他从来不会采测别人的心意 他总是把别人讲的话当作理所当然 所以这样一个君子他说因为君子的心中坦荡荡 所以我们的一般的小人可以用合理的理由来欺骗他 所以君子可欺以其方 也就是说可以用合理的理由来欺骗他 但是难亡以非其道 但是如果用不合理的理由来欺骗他 恐怕就欺骗不过了 是讲正直产被他的养鱼的仆人所骗 他要他的仆人养鱼 这个仆人把鱼杀了 骗他说鱼游走了 他编那个理由 所以孟子就用这件事情来说 正直产这个人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亡以非其道 来形容这么一个君子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正直产这么一个人 正直产他的生存年代 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了解 只知道直产他跟孔子大约同一个时代 他的年纪可能比孔子年长一些 甚至有人认为直产的年纪 可能比孔子大上二三十岁 正直产跟孔子两个人是好朋友 所以直产去世的时候孔子曾经痛哭 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去世了呢 然后在孔子教授七十岸地址当中 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直产 太子其美他的弟子们应该向直产 这样的一个为国家出来做事 那直产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在春秋时代以及对孔子 以及对孔子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一般的这个六家会把直产当作是法家 当作是法家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故事 但是因为这个故事相当长 所以我们准备把它分成四段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那第一段要来跟大家介绍是 直产的生平 还有他展露头角 究竟怎么样来发迹的 第二段故事要来跟大家分享 直产在担任郑国的首相大臣的时候 他的政治声望 以及他的重要政绩 第三段要来跟大家分享 孔子作为儒家的大师 他怎么样来评估直产 这样一个法家的先去人物 第四段他要跟大家来分享 孔子又如何 看待直产 因为孔子跟孟子 这是两个极端 我们常常讲孔孟之道 但是孔孟之道 不一定完全契合 所以我们第一次最后一段 要来跟大家分享 孟子对于直产的评价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 诸侯国伶俐 而大国争霸 大国争霸的过程当中 通常是小国遭殃 像美苏争霸 中美争霸 你就可以看到 周边的小国家就要跟着遭殃的 所以大国争霸 小国遭殃 在春秋时代的第一代霸主 齐王公去世之后 这个春秋时代的疆域 大概可以分成北方的霸主 跟南方的霸主 北方的霸主大概是以晋国为首 南方的霸主以齐国 以楚国为首 所以在齐王公去世之后 晋楚之间有一个长达 一百年的争霸战争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武力争霸期间 夹在这中间的一个小国家 这个国家叫郑国 或者是蔡国 这些夹在这两大国当中的一些小国家 他就面临一个问题 也就是他究竟是要投靠晋国 还是要投靠楚国 还是他要保持中立 这就是一个非常难理抉择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晋楚大战 有三次大战 我们曾经在宗师解卦 解的第十二卦 还是第十三卦 我们在解这一支卦之后 曾经跟大家分享到 成仆之战 所谓的折风大过 而这个职场 郑国大概是在第一次的这个 进楚争霸战之后迅速的攫取 所以这是吴灵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迹 也就是在进楚争霸战停战之后 郑国一些奇迹般的翻身 扭转局面走向中心 而且他对外 以大国非常巧妙的周旋 对内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国力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对内稳步的进行改革 让自己的综合国力 政治自治上成为一个在春秋当中 除了五霸之外最令人 井墓的一个中等国家 究竟郑国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 如何展露头小 那就不得不讲今天这样的一个人 叫做子产 所以今天我们一经小字典 就要来谈谈这么一个儒家的人物 但是在后世的归类当中 却把他归类为法家 孔子诚说 天下有道 礼乐征伐 至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 由诸佛出 意思就是说 在西周时代 因为天下有道 所以礼乐 出之于天子 征伐也出之于天子 礼乐什么意思呢 礼乐就国际秩序 征伐就处罚某一个国家 都是由周天子出来出面 因为当时的天下 是由周王朝所分封的 这些一百多个国家 而在这一百多个国家当中 都必须要听周天子的话 这在西周时代 所谓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 至天子出 而到了东周时代 到了进入的春秋战国时代 周王室的权威 这个美眶愈下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 周王室甚至要向诸侯借钱 而借很多钱给周王室的 政国也是债主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春秋时代 这时候天下大势 就是由所谓的霸主说了算 而霸主就是说 春秋当中谁最厉害 而当时的霸主有四个国家 第一个国家叫齐国 第二个国家叫秦国 第三个国家叫做晋国 第四个国家叫楚国 齐国曾经短暂的称霸过 就是齐桓公时代 因为管众的帮助 所以齐桓公曾经短暂的称霸过 可惜齐桓公去世之后 因为阻止真国 让齐国国力迅速的下降 但是他仍然可以作为东方大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他有余颜之力 齐国靠海边 然后他有这个物产非常丰富 所以齐国虽然他内政不断 但是还不视为一个大的国家 秦国独霸西隆 所以他也是一个霸主 但是这两个霸主 他常常无缘争夺中央的霸主权 然后中央霸主权主要出自于晋国 特别是晋龙宫主政之后 而楚国的霸权 只要是在后来的楚庄王时代 所以晋楚当中曾经有三次的大战 而除了晋楚 除了秦齐之外 其他夹在中间的 有一大堆的中等小国 这些中等国家包括什么呢 包括郑国 包括蔡国 包括宋国 还有包括鲁国 包括臣国 包括魏国 包括朝国 这些国家 这个都是属于中等的国家 除了这个中等国家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小 大概有六七十个 像县城一样大的这些小国家 所以如果我们把春秋当做一个舞台的话 你可以发现春秋舞台有四个主角 这四大主角就是齐国、秦国、晋国、楚国 另外有一些配角 这些配角就是郑国、宋国、辱国 另外魏国、朝国、臣国、菜国 孔子作为列国的地方 全部在这个中等小国 这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孔子非常推崇政治产 因为孔子已经知道他的学生发挥报复的地方就是这些中等小国 中等小国当中中等国家当中唯有正国唯有资产可以当作表帅 这也可能是孔子为什么在伦女当中 或者在孔子嘉宇当中 或在史记仲尼弟子内传 以及史记孔子世家当中 一直不断提出资产 这么一个人的原因 至于其他名不经传的这个几十个小国家 就是伦伦路人甲路人语的这种跑龙套的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这部大戏 主角大概有四个国家 大概有像郑国像蔡国这一大堆的配角 另外还有一个为数相当多的小国家 这人为路人甲路人语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些国家的形成 我们都知道是因为西州的中法制度分封制度 因为西州的中法制度分封制度 使得形成一个小型的国际社会 这个小型国际社会在西州时代是由周王氏说了算 到了东桌时代 周王氏地位虚弱 就必须要有人来代替周王氏行使惩戒潜 这个就叫霸主 齐皇公曾经当过霸主 靳鲁公曾经担任过霸主 秦木公曾经担任过霸主 楚庄王曾经担任过霸主 在这些还有宋相公曾经担任过短暂的霸主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霸主当中就轮流成为盟主 这个盟主有个特点 在这秦秋争霸战里的盟主有个特点 他必须要有周王朝的侧风 而周王朝变成一个象征性的角色 例如说城府之战 周王跑去加盟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次的战役 每当有盟主产生的时候 周王氏就千里迢迢的跑到那个地方 去充当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郑国它有人把它叫四战之地 因为郑国在哪里 在新郑 新郑在现在河南的开封附近 这是中原的一个四战之地 因为它四战之地 四周都是环绕它的强国 包括四大强国 所以这叫四战之地 这个四战之地要活下去 要生存下去 其实非常的困难 所以齐王公之后 他出现了两个霸主 一个是控制北方自弃的靖国 一个是控制南方自弃的楚国 靖国当时他比较倾向靖国 为什么呢 因为靖国是畸性 然后郑国也是畸性 所以郑国在政治立场上 比较靠近近国 然后蔡国呢 他并不是畸性 而楚国也不是畸性 所以蔡国比较靠近楚国 本来这样一个局势呢 就维持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 也相恩无事 想不到职场有个爸爸 在职场这个爸爸出现了之后 这个军事被打破 为什么 我们知道呢 在进楚城樸之战之后 进楚得到一个短暂的和平 而在短暂的和平的时候 郑国就变成了要员的明星突然上来 而深陷政治泥沼的郑国 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头能够迅速的结起 扭转他的局势 能够铸造一个中兴的气氛 他对外不断的提升自己大国为止 不断以大国周旋 对内呢 他情治 情理改革 而且不断的推动自身的国力 使得自己的国家的实力 以及国家声望 都一步一步往上提升 而这个工程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职产 今天我们要讲职产 而春秋时代呢 像管仲啦 礼礼啦 或者像职产啦 或者是像武企啦 或者像是商鞅啦 或者是像生不害啦 生子啦 乐义啦 聚生啦 聚心啦 这些人全部被归类为法家 那逐渐变成一个体系 也就是他们这些人所提倡的 我们叫做法家的思想 法家思想 而这些人呢 有一个共同特色 强调以法治国 不过当时的以法治国呢 跟现在的以法治国意思不大一样 当时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学派 最主要是从国军的角度上 去理解如何用法律来管理这个国家 跟现在的法治概念其实不大一样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没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法家 这些人都自认为自己是儒家或者是道家 在春秋战国时代 道家呢 学者他自认为是道家 但是法家却不是 一直到西汉时代 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呢 叫司马坛 司马坛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论六家的要旨 也就是呢 他把春秋战国时代呢 把它区分了六种不同学派 就把刚刚跟各位分享的管仲啊 职产啊 武器啊 商鞅啊 甚至这些人全部归列为法家 所以呢 在这个 而职产呢 他就变成法家的先驱性人物 法家先驱性人物 但是当时法家治国的想法 他不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他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 来审视中国政国时代 各国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职产 跟孔子私交非常的好 职产呢 他是政国的贵族 这个政国呢 是来自于政国的第一任国君 叫做郑桓公 郑桓公 七桓公的桓 郑桓公 这个郑桓公是周立王的儿子 周立王把他最小的儿子呢 把他封在郑国 这是郑国第一代祖先 因为如此啊 郑国的祖先都是姬姓 而职产呢 也是这个姬姓的后裔 所以呢 职产就是属于郑国的贵族 职产的父亲呢 名叫做公子发 公子发 公子发呢 他的父亲是郑木公 郑木公总共有13个儿子 在这13个儿子当中 有两个儿子 曾经分别担任过郑国的国君 另外呢 十一个儿子当中 十一个儿子当中 另外十一个儿子当中 有两个呢 或者三个 因为呢 被灭族 所以呢 正幕公之后 就所谓有正七族 或者正八族 木子八族 或者木子七族 而正职产呢 他的父亲叫公子发 公子发 根据存取的命名方式 公子发的孩子叫公孙 所以正职产呢 因此啊 他其实是姓公孙 所以这个公孙姓呢 他其实是 就是出自于这个公子的孩子 就出自于姬姓 所以他叫公孙 而职产出生的时候呢 刚好他出生的时候 他家里有一个非常高大 又美丽的桥树 所以他就把他命名叫做桥 所以职产的本名叫什么呢 叫做公孙桥 因为这个桥木呢 长得非常高大 又非常美丽 所以呢 职产他有一个北号 叫做直美 叫直美 所以呢 但是他的北字又叫职产 但是因为他以职产文明一事 他是郑国首相 所以后世就把他叫做正职产 所以正职产呢 其实不是姓郑 而是姓什么 而是姓公孙 他的名字也不叫职产 他的名字叫做公孙桥 公孙桥 自自美 因为他这个 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 也就是这个公子花呢 他常年居住在 东门旁边的一个林里当中 被称为东里 所以呢 正职产又被称为东里职产 为什么叫东里职产 因为产这个意思呢 有出生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孩子是在东里 东门的东门里 出生的一个孩子 所以叫东门直里 东门直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或者是叫东里职产 或者叫东里职产 所以职产的名字呢 在春秋时代 有很多种的一个说法 但是最有名的 就是担任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职产 这样的一个名字 这样一个名字 在这个职产在郑国 有非常多的建树 有非常多建树 根据清朝时代 康熙时代 有一个学派 这个学派被归类为 原理学派 原理学派 这个原理学派当中 有一个思想家 这个思想家名叫王源 王源呢 他是驻春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他特别推崇资产 把他当成春秋第一人 他认为资产 他的思想非常进步 而且呢 他非常重视 精识自用之学 而他的经济思想 主要是出现在他的一本书 叫做评书 评书 在这本著作当中 所以呢 他把它叫春秋第一人 但是春秋第一人其实也不算是 这个原理学派的王源 第一次用 他真正被用的是孔子 是孔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产呢 在春秋时代 可能是一个讨论度非常高的政治人物 在伦理当中 孔子曾经三次评论过资产 如果你看伦理 伦理里头评论多很多人 但是你会发现 孔子的评论非常有意思 一个人通常只有一句话 只有两个人例外 一个是管仲 一个是资产 孔子当中 评论管仲 有四条 这四条当中 有三条是好的 一条是不好的 孔子当中 评论资产 也有三条 三个条目 但这三条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孔夫子的心目当中 资产它跟管仲一样重要 但是在孔子的心目当中 资产好像没有缺点 管仲却有一项缺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孔子家语 孔子世家 还有史记 还有礼记 还有说愿 以及 这个列子 这些学说当中 都曾经出现过 还有巡子 都曾经出现过 这个资产的生年 可见资产这个人 在春秋末期当中 他可以说是讨论度 非常高的一个政治家 那我们来看看 来先来说说 为什么资产 在治理政国的期间 他被评为春秋第一人 这个称号 我们刚刚提到 并不完全是来自于 清朝的 这个韩理学派的思想家 并不完全是来自于 这个韩理学派的 这个思想家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的把它评为 春秋第一人 有可能是孔子 有可能是孔子 根据实际正世家的说法 实际正世家的说法 资产是郑国第十五任国君 第十五国君 郑成功的小儿子 这个郑成功是郑木公的儿子 所以简单来讲 资产的父亲名字叫做公子发 公子发 他是郑木公的孙子 他是公子发的孩子 所以他叫公孙 他姓公孙 姓公孙 但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他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桥木 所以他叫公孙桥 桥木长得非常好看 所以他有个字叫子美 他有字子产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东里子产 因为他在东里这个地方出生了 所以叫东里子产 我们可以看到在郑木公 是郑成功的父亲 所以郑木公有十三个儿子 在十三个儿子当中有两个儿子 先后成为郑国国君 另外十一个儿子 有三个辈妹 所以只剩下十家 另外一家被废为素人 所以他就变成木 变成妻木 所以妻木的职产 就是属于妻木当中 一个国的这样一个宗族 一个国的这样一个宗族 一个执政的妻木之一 在左传鲁湘公八年 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 在这一年当中 左传记载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他说在郑检公时代 郑检公时代 只是才能父亲公子发 这个公子发 有一天他联合起了 郑国其他贵族 发动了一场棋袭 这个棋袭的对象 是年金的蔡国 他发动棋袭蔡国之后 把蔡国打败 而且掳获了非常多东西 同时还抓了蔡国的司马 这个司马 名叫公子谢 所以当公子发 浩浩荡荡荡回到郑国来后 郑国为这个难得 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 满国翻心鼓舞 唯独这个公子发的儿子 叫资产 资产在旁边看了之后 就冷冷离笑 就说这件事情 可能还不是好事 我看到郑国 未来一定不得安宁 他的父亲公子发听到了 就骂他 你这个小孩子懂什么东西 不要在这里说三道四 军国大事 难道是你这个小孩子 可以讨论的吗 你就在讲这件事情 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所以当时的资产的大概年纪大概是18岁或19岁的年纪 果然没有多久 在这一年的冬天在鲁香公八年的12月 华国以为蔡国讨公道文明 所以出兵公伐的郑国 但郑国当然不是楚国的对手 所以郑国一看 这个楚国来袭 下的赶快投降 签订了一个条约 所以郑国就变成楚国的附庸国 但是这件事情 却急怒了靖国 靖国一看说 郑国这个家伙 你不是本来是我的小弟 你怎么变成楚国的小弟 我非发兵教训你一段不可 所以当楚国一退兵的时候 靖国马上出兵了 来打郑国 郑国一看了不得了 郑国军队来的 郑国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郑国吓了一大跳 所以赶紧也是求和 求和之后靖国就退兵了 靖国退兵之后 楚国又不高兴了 他说你老兄才投降 我怎么又投降靖国呢 所以又接着发兵 来对郑国骚扰 也就是这样 在左转鲁相公八年之后 公元前565年之后的好几年时间 郑国不得安宁 一直到城府之战 进楚决战之后 局势才有的转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职产的父亲因为公子发 他不听职产的劝告 以至于为郑国埋下一个 四处遭受兵灾的一个仇分 过了几年 郑国的老百姓不乐意了 他认为你们这些执政大臣 胡搞瞎搞 得罪了两个大国家 你不是不仅是得罪了楚国 而且你还得罪了晋国 害得我们国家每天都在征兵 每天都在缴税 所以这些老百姓一怒之下就开始出来 就把当时攻击蔡国的这些公子们 大概有三四个公子们 全部攻入他们的家中 而公子发因为来不及逃走 所以公子发就被杀了 公子发被杀了之后 人家就赶快跑去跟职产讲 说你的爸爸不得了 你的爸爸被暴民杀害了 他们现在正冲着你来 你赶快逃走吧 要不然准备将来有机会 再替你爸爸来报仇 结果郑职长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说不用慌不用慌 请你详细跟我讲 所以来人就跟他讲说 公子发如何被杀 资产听到之后 马上吩咐他的这个加成 跟这个加成讲说 你们把家里当中 父兄姐弟兄弟全部都聚集过来 全部都聚集过来 我们要商讨对策 所以当他把他家丁都聚集在来的时候 正资产就开始分配工作 随负责雇所 他就宣布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把这个职产的府地需要加固的 需要修门的等会弄好 然后每一个人分配一个门来把守这些门户 同时把他选择这些人比较强重的这男丁 然后把他分配 总共有17圣 也就是他有17圣 17圣等于说有17个小部队 一圣大概4匹 所以17圣等于是说他有47 28匹 然后告诉他们说应该怎么样 就更惶顾 交代完毕之后 然后又做了一个简单的操练 这时候盗贼这些杀了他父亲公子发的这些盗贼 就跑到职产的府地去看 结果职产府地因为他固若尽汤 所以这盗贼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等到他发现职产在里面的均荣壮盛 所以这些盗贼吓了一大跳 正准备要走 这时候职产就下命令了 要打击这些盗贼 所以这盗贼就被打了落放而逃 因为被打落放而逃 所以职产就拿到了他父亲的遗体 就把他父亲好好安葬 过了一阵子 这个整个乱世平定下来 整个乱世平定下来之后 很多人在检视这件事情 发现职产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他不仅成功的预测 进出两国一定会对郑国动手 他同时非常有秩序的保住了他自己的家世 同时非常有秩序的保护了这一方的土地人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职产收了他父亲的遗体 等到乱世平息之后 这个禁国 就有进木工另外一个孩子 叫做子孔子政 当时这个子孔定了一个盟书 这个盟书就是要大家签名的一个企业书 这个企业书里面规定 说将来所有的事情 全部必须听从子孔的号令 如果不听从子孔的号令要如何如何 签那个证盟书 叫大家天命行事 而且你不要干预政国的国政 当时职产听到这个子孔 听到这个子孔 做了这样一个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跑去跟子孔讲 他说子孔子孔 你这件事做的不妥当 子孔我问他说为什么做的不妥当呢 他说因为众怒难犯 众怒难犯 而这个七幕当中 那么多公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号令呢 他说众怒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 也就是那么多人都跟你刁难 所以你怎么能够躺臂挡车呢 所以他说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 所以你说这件事有两难 第一个难就是众怒众怒难犯 第二个难就是专欲难成 他说这个可能是自取灭亡之道 自取灭亡之道 将来如果这些公子哥来打你怎么办 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你又如何能指挥得动他呢 结果这个志孔一听到 糟糕那怎么办呢 我都做了 这种资产说现在只有一个方法 你把这些各家公子都请他们来 然后当众把这个蒙书烧掉 跟大家讲说从此以后 各家管好自己的事情 相干无事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志孔一听有道理 所以就把这些公子哥们的家族全部找来 然后当众混毁的这个蒙书 当众混毁的这个蒙书 这时候才短暂的安定的证据 但是虽然短暂的安定的证据 又过了几年 政国内乱又起 因为当时是郑简工的时代 郑简工时代的时候 郑简工当政 郑简工当政的时候 郑简工当政的是 资产的另外一个堂兄 这个名叫紫皮 紫皮当政了几年之后 知道自己才能实在有限 他一看到这个堂地的资产不得了 所以他就跟郑简工讲 他说我推荐这个资产来当政大臣 我来做幕后来帮助他 因为我实在不是当执政大臣的料 所以郑简工一听说好吧 那就换资产来执政 所以资产就开始执政了 资产执政这一执政就执政了二十几年 资产的执政当中 因为他得到了紫皮的信任 还有紫皮的帮助 所以又得到国军的信任 所以他经历图治 他对外关系上 又处理好了晋国跟楚国 这两国的国际关系重修就好 所以在资产当政的二十几年当中 晋国的国力大回增加 而政国 晋国也不在为难楚国 也不在晋国跟楚国 也都不在为难政国 所以政国维持一个小康安定的一个这样的局面 而在这里头就是要特别感谢紫皮的这个堂兄弟 所以孔子嘉宇曾经记载了这件事情 孔子嘉宇曾经评论过这件事情 他的紫皮推现资产为相这件事不得了 他紫皮推现资产为相这件事情 他可以避免以暴树牙推进管众为相 我们看一下孔子嘉宇这么讲 子贡问你孔子 子贡有一次去问孔子讲说 春秋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没有闲人 到底有没有闲人 这个孔子想了一下说 真正有闲的人 我还不知道是谁呢 但是有两个人或许可以称为闲人 子贡就很好奇说究竟是哪两个人呢 他第一个是推进管众的 推进管众的暴树牙 第二个是推进资产的 这个子皮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闲人 这时候子贡听了之后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夫子夫子 齐国不是齐方 齐方公当政时代 不是卤众 不是管众作为齐国大臣 而正简公当政时代 职产作为执政大臣 你为什么不说职产才是天下闲人 管众才是天下闲人呢 孔子说 这个你就只知其不知其 我请问你 一个推荐别人成为名相的人比较聪明 还是被别人推荐成为名相的比较聪明 子公说当然是推荐人的比较聪明 他说没有错 你有看到管众推荐过任何人吗 你有看过资产推荐过任何人吗 所以从这样你看 管众跟职产只能说是能人 有能力的人 但是却不能说贤人 春秋时代两大贤 一个叫紫皮 一个叫暴树牙 这是在记载在这个孔子教育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孔子在评论人 在春秋时代孔子可能是最会评论人的人 孔子不仅评论人 而且评论事情 可能是非常会评论人 非常会评论事情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紫皮使资产得至暴树牙使管众得至 所以春秋时代的两大贤人 一个叫做暴树牙 一个叫做紫皮 一个叫紫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段故事里头 我们谈到资产的生平 谈到资产怎么样展露头角 也谈到了孔子怎么评论 推荐资产的紫皮 以及孔子怎么评论 推荐观众的暴树牙 所以今天第一段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然后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 资产的第二段故事 资产的政治声望 还有它的重要政绩 感谢大家所看 我们明天再会